上升或者太陽相遇了的朋友 伴隨著巨蟹座新月來到農曆六月 那自身整體運勢會如何呢? 首先就是如果一直跟家人有一些不開心的衝突 尤其是你的父母長輩 就算不是父母或者其他長輩都可以 那接下來就會有時好有時衰 但是都是偏向好的 因為總之之前有任何不開心的事情 接下來會有一點反反覆覆 但是那個整體的trend是向好的方便進發 只不過有時候你一好的話 你不是說一好就變好的 正所謂好事多磨 有時候都會中間有些ups and downs 但是整體的關係是可以得以修補的 首先在這裡恭喜大家 特別如果是你那些家人 一向是超級無力的 嘴唇唇唇 很多東西都說得很吵 或者很嘴唇 然後這些是刺痛了你的神經 其實因為可能你經歷得久了 你已經開始變得盲目 或者叫做接受 或者忍讓 什麼都好 所以就是你慢慢可以放下 一種負面的反應情緒 所以為什麼你們的關係會變得慢慢比較好 因為其實看起來 並不是說他會變得好人了 即是你們變得好的契機 並不是出自於對方 而是你們慢慢變得有些寬容 有些東西不再去理 正所謂一隻手掌拍不響 所以你們不會互相供佛的時候 自然那個關係就會變得更加潤滑 同時 如果你的家庭裡面 尤其是長輩 不斷已經有人在催你生小孩 但有時候生小孩 不是說你想生就生 我當是Touch Good 可能一隻試了多次都不行 我又要恭喜你 因為來到零六六月 你們終於是生到BB 的機會 是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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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 OK 而且根據生象 都真的是有一個 即是有一個好巧妙的地方 可能真的過往長輩不斷催你要生小孩 然後這些會有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但是正正因为你们的关系缓和了 那就是人你没那么大压力 就会少一点压力和荷尔蒙 那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更加 那个机能更加好 然后这件事就转化到 令到你们生育机会成功提升 所以你见不见到 这两件事是千丝万留 那还有就是呢 我觉得 就是我们有时说 我性格改变命运 但是有时原来情绪 你那个心境 真的你转一转 原来是可以整个格局是不同了 那一个困扰了可能很久的问题 生小朋友这些事呢 忽然之间叮一声就可以搞定 迎引而解 那你说是不是很值得高兴呢 那当然啦 但是如果我当有些不是 不想生小朋友的相遇座朋友 无论上升或者太阳 那组组安全措施 OK 好 那接着还有 好消息一浪至不浪 继续 就是说呢 不好意思 如果有单独的朋友 就有望是出扑成功的 那就非常之恭喜你们啦 那又或者 我们说原来我已经是 拍拖了啦 有伴侣的啦 或者是结了婚的啦 那会怎样呢 那你们的关系都会变得越来越甜蜜啦 OK 那还有 again啦 如果你一向一向跟这个伴侣呢 一直是有一些矛盾冲突的话 OK 那其实这里是在呼应我们刚刚第一次的那个message OK 那即使你的伴侣当然不会是你的长辈不是你的父母啦 是不是先看啦 但是原来你们的关系都可以变得越来越 温馨甜蜜的啦 好了啦 讲了这么多好消息啦 但是现在呢就要讲一些不是那么开心的东西 正所谓 一口砂糖一口市啦 啦 呃 相于在你们的这个做人态度方面啦 呃 我要提一提你们喔 农历六月 有时呢 不要太过注重一些 虚荣啊 或者人家给你的掌声啊 是的 不要太注重这一些 呃 就是 很想令到自己升上神台的感觉 OK 因为 那当然 有时这些东西 适量的得到一些掌声 得到一些回报啦 是可以 使得自己的自信心提升的 使得自己的自尊是更加高的 那但是 如果 你将你的那个self image 是完全建基在这些东西的身上 啊 那你很危险啦 我跟你说 因为当这些东西 一天 无端端没了的时候呢 你就真的哎呀 就是 面目都没了啦 找空捐啦 对不对 那还有它是会很 嗯 影响到你们那个身心灵方面的提升的 尤其是我已经不断在这里说 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我7月1号晚上 埋步工房那个节目《桂谈2.0》啦 OK 那就正所谓 木星逆行 塔之乱南 劝你做好人 那个节目啦 OK 那我经常都说 啊现在是木双月 那就是 带你一些心灵提升的东西啊 做好人好事啊 是不是啊 宗教啊 义工啊 关心弱势社群 OK 那么呢 就这个农历六月呢 看到真的有少少的迹象 就是说呢 有时你们是 嗯 我首先不是说你们去做这些好人好事的方面先 但是 最近你们呢 整天都是 会有少少少虚荣的感觉 OK 整天想有人赞啊 那 当人家拆你鞋就很飘飘然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呢 它是一种 你个人修行里面的障碧来的 是一个很大的半脚石 OK 那我提醒你们要小心 那然后说到现在呢 我忽然之间正是 咦 喂 其实我那一晚上《怪谈》那个节目 我不是真的和大 我不是真的和上星相遇说了 OK 那当然了 在这个情况下 即是 既然现在这个星运 我是说太阳和上星 那太阳都可以听起来的 但是如果是上星的话 那就是众上加众了 你们记不记得我当晚说什么 我就说呢 你们在做一些好人好事的时候 或者是 宗教的追寻 追求一些 宇宙大智慧 大道理 一些道德观念 那些这样的东西 这些路途上面的时候 我就是说你们是太过注重satisfaction OK 还有呢 那个satisfaction 我当晚是说的 未必是说要求别人赚 可能呢 你也是想那个受益人去赚一下 就是呢 你做这些好人好事的时候 你不是想要外界的涨声 但是你起码希望那个 就是 那个受益人 他都好像 会感谢你的努力 OK 你都希望见到自己的成果 OK 那我就打了一个比喻 就是说 喂 你种花 你淋花 你种粒种子 你都希望见到那个花 真的长出来的嘛 你不想长很久都长不到 那你都会气馁 是吧 但是我那晚 7月1日 那个节目那晚 我就跟大家说 啊 未来可能真的 连朵花都不给你见了 那究竟你可不可以坚持得到呢 OK 又或者我当 如果在做一些宗教的事务上面 你没有感应了 但是你可不可以坚持去修行呢 那这个呢 就是你们自己个人的一个锻炼 那当晚呢 我只是在说 你有时你是想 你得到那个受益人的 appreciation 或者你在一些宗教的事务上面 你是想有一些感应 啊不是啊 其实那晚呢 我就是 我就是非了这一部分 那晚我就是说 这个很小的 我没有说 那我现在就说 就是说 如果你们做一些宗教的事务上面 你是想得到一个感应 OK 可能就是 你想发梦见到耶稣 想黄大圣跟你报梦 OK 那可能之前会有的 但是接下来 就慢慢会随着目星逆行 就这些的感应 会慢慢消失了 那你可不可以 仍然坚持得到呢 OK 那晚我是这么说的 好了 但是来到今期的星魂 我看回那个星途 我想说 你们那个账币越来越大 你不单止 是想得到受益人的称许 或者想得到一些宗教的感应 而 你们做这些好人好事的时候 你甚至真的想得到一些外界的掌声 一些拆你鞋啊 一些人在称计 哇 看他去多好人啊 什么什么 然后你自己就飘飘 所以这些信息 对你来说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真的要提醒你们 也为什么我 今期这个星魂 我要把最后 就是要讲一个这么严重的信息 为什么要一诞三诞 但是最后才一诞事呢 因为 相遇者其实你们本身很好 你们本身是一个很 spiritual 的 animal OK 不要画animal 一个群体 OK 但是我真的看到 咦 无论你说牧生亦行 还是真的伴随着 今个龙历六月的巨蟹座生月 原来呢 你们 会有少少的一种 虚浮 所以 为什么我想把你们 拉回来 这个地面 最后提醒大家 以后的星魂post 无论在哪个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记得要点击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没有彩蛋 说真的 我塔尖链林星魂 都算是在玄学界里面 比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过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师的一己之力 去讲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时候我讲宇宙大事 我也是根性像的 或者是根据别人的那些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虽然坊间真的有尖星师 会跟星像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们是根据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强调 星星是有自己运行轨式 我们不应该被人为的力发去影响 所以我才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时间会做十五晚月 但是今天开始 我就决定了 为了令我的这个星魂更加之特别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给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说 在我弄完星魂的影片之后 provided我有时间 我就会在看恒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恒星銀行的那个恒星 但又要记住 其实因为恒星的角度是触得很紧的 它就未必每一个月 就会对每一个星座造成影响 所以有还是没有 就会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给大家去发挂 啦